新城乡也在华阳部落和北埔部落举办了逢年祭 乡长和立台制政的文化礼金 重视阿美族的传统文化 也祈求祖灵可以保佑花莲和祭平安 在新城乡华阳部落头目陈金服 带领着博尔族人们 传承着阿美族最传统的歌谣 来展开新城乡第四场的部落风铃祭奠活动 大家首签的首来为一年一度的盛世 传扬阿美族的传统文化 新城乡公所专员葛秋夫 新城乡公所原民所所长郑秀英 新城乡公所代表钱金峰、李春梅 各部落事务主张和头目共同来参与 新城乡和李太爷之中文化礼金来支持 欢迎部落风铃祭的活动 部落青年们则是传承着 今年度的大会舞马来炒热新城乡气氛 紧接着新城乡第五场的部落风铃祭奠活动 则是由北浦部落办理 并且在北浦部落区会所展开 包括县福运民处代理处长 独顾塞运先与DBC赖李正文、周金佑 立委、郑天才、陈寅 新城乡公所专员葛秋夫 原民所所长郑秀英 现在下面代表李春梅、田金峰 和部落头目以及事务所长共同来参与 臣及感谢您及时务所长共同府 给您市值之亚 Dakar 在北浦部落的陈寅 door 这个地方 还有 香港在北浦部落 内衡社会 您只需要感谢您ただ 还有我们的两个代表 田金峰代表、李春梅代表 对乡公团的所有的预案 非常的支持 乡长也非常的感谢 在这个地方一定的展现出来 第六层也在板门当中 前来向波主人们献上祝福 趁着我们这个祭典 我们冬年季元席的时候 一定来这里关心大家 也关心我们的文化传承 新南相当和Lita也相当的高兴 主人们回到自己的部落 和主人们团聚 大家一起传唱着祖先传承下来的 传统歌要和舞蹈 新南相当所对文化传承的相关经费 可以说是大力的支持 希望文化能够代代相传 记者金鸿逸 请先舞蹈